提著大包小包行李的旅客 穿流不習 不論廣州火車站 或重慶北車站 都是滿滿準備返鄉過節旅客 甚至山東車站還萬頭攥動 不少人更在微博 晒出自己的回家之路 因為這一趟等了三年之久 我們是陝西漢中的 然後返鄉的心情非常激動 三年沒有回去了 沒有兩三年還沒回去了 封控三年後的首次中國春運啟動 人數預料更甚以往 初步分析研判 春運期間客流總量約為20.95億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長99.5% 40天的春運 頭一天陸海空旅客再送量 預估來到3473萬人次 創下2021年來新高 中國交通運輸部 還預估今年春節前後的四十天內 客流量將來到二十一億人次 比去年成長近百分之百 不確定性最多 情況最為複雜 愧難挑戰最大的一次春運 碰上疫情高峰 孔城地表最大規模病毒移動 河南最新公布當地近一億人已經九成確診 病毒隨著春運恐怕傳播到全中國 春節前後不一定是一個感染的高峰 但是有可能會出現急診和重症的高峰 本來醫療資源就匱乏的農村 還有中小城鎮首當其衝 成為接下來中國疫情防控最大考驗 三里新聞 楊俊宗報導